事隔几个月,我们又来到石门水库了 上次夏天来很热 今天冬天舒服很多,风都比较好 不过今天我们来,不是和大家再看石门水库这么简单的 足得天赤师傅来 当然是叫天赤师傅来说说这里的风水 话说天赤师傅看了我们《闯荡桃园》说石门水库那集之后 他说这里好好风水,一定要亲身来看一次才行 所以今次暑年和师傅大家光临,我们就等师傅在这里大港特港 反正我上次来到,天色还未够漂亮 师傅说自己去到哪里,那里就天气好 今次来到我真的不信都不行,真的好好阳光 有师傅加持,安保照得不得了,眼睛都瞎不大 今天来到这个水库,我们去吸收天地灵气先带大家 现在我们讲一下这里的山山水水 我特别喜欢这一座山 为什么喜欢这座山呢? 我们平时看山,最重要最重要 山千万不要严重 好像这种石山,有些东西爆了出来 这些当然不太好 如果我们真的喜欢,希望山绿化得比较多 尤其如果你住,或者像今天,我们吸收天地灵气 我们去郊游的时候,都要找一些比较漂亮的山 否则你会吸收了一些衰气 那这座山呢,为什么在这里横横众山里面呢? 就是看上它 就是因为你看到它的形,山形是比较好的 专业术语就不说那么多了 但是很简单,你会看到它是否一个对称 和它整个曲线都是比较圆滑的 我们中国人是喜欢圆滑的 喜欢圆滑的 你工整一点是好的 其实也是一样东西 如果是严严蚱蚱蚱 和它是比较圆滑的 圆滑的气场都是比较舒服的 如果是严严蚱蚱蚱 你去得多,你个人都严严蚱蚱蚱的 当然,你来到桃园 最重要一定要来这个石门水库的山 因为吸收天地灵气 不在话下 你在这里可以眺望整个桃园的景色 以及一个非常壮观的水坝 有时间你还可以坐船穿过石门这些山山水水 饱滑了整个石门水库的景色 我想你运气肯定增长不少 学师傅说 感受天地灵气是你必须要做的事 所以我都决定带两张这里的空气 灵气回去送给朋友 应该卖得出去有钱赚 先开锅吧 这个可以的 这个菜喽菜喽 哇,师傅这个石门水库 其实真的很舒服、很灵敞、很漂亮 但这么大的水库 在风水上会有什么帮助 当然要看水库的水质 和水质的水质 水会不会太急 因为我们最怕 第一,水是污水死水 第二,水最好像这里 慢慢慢慢 慢的水,水我们叫做浅 水为财 有些浅慢慢慢慢在你面前过 你是否触手可及 想拿多少 如果太急 我们便是烫手的钱 即是水一来到 你想拿 其实已经走 你看到很多机会 但你未必拿到 所以我们就算去玩 你去一些瀑布 当然去瀑布 也可以是一种观光 但如果你让我选 去一些水塘 或者一些漂亮的水清沙油的海边 都是对你的财运是有帮助的 今天给我说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格局 其实你尽量是太阳风光好的时候过来 你看到我们叫日照光河 眼都瞎不开 我们不要看上面 看下面 你看到这个湖 闪闪新辉 其实我们这种 是对于钱 名气 财运各方面 都是特别有帮助的 即是我们的台 要在这里多些拍的 才会越来越红 所以今天我们也奖赏了 这个好的天气 定了你们的台 一定是有好发展 有师傅 我真的不用担心 嫌我饭 也要多说一次 去到桃园 不去石门水库 你就真的浪费了整个行程 师傅说话你要相信 师傅也有说 我们做什么敬礼事 一定会成功 不过除了师傅加持 我们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记得like 和share我们的影片 当然追踪我们更加的feet 一年几集的桃园风山水起 已经播放完毕 期望在下年牛年的时候 再带大家去不同地方 再讲风水 拜拜